謝謝主席 我們請勞動部 陳部長 陳部長請 還有經濟部常務次長 陳次長請 行政院主計處的副主計長 陸獨錦 陳委員好 大家好 委員好 我想 這個加薪事法裡頭 我們在經濟部這邊 有一個中小企業的 發展條例36條之2這個部分 那麼如果企業員工加薪 所產生的費用 准許企業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 十字加於130%來折底 那麼我舉個例子 如果A公司呢 它有100萬元的利任 那麼其中呢 20萬元為員工加薪 那麼這個利任減少為80萬元 但是因為20萬元能夠計 能夠計為26萬的支出折底 所以利任減為74萬元 那麼A公司所繳納的營業所得稅就可以減少 是這樣嗎 這個部分大概我們主要的精神一直強調就是說 你這一個扣掉基本工資以後 扣掉基本工資以後 加薪的部分實際上才能去享受 對嘛 那這樣是產生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你們還是在幫忙企業嘛 折稅嘛 撿稅嘛 最主要還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誘因 來讓我們這些企業主... 那你36條之後的這個誘因 你就真正能夠替勞工加薪了嗎 你覺得這樣可以替他加薪嗎 減稅也沒有任何誘因 你只有一年喔 你那個條文你的減稅只有一年喔 那麼一年之後企業 還是繼續要跟員工加薪耶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配套 那如果沒有盈餘的話 他還是往後還是繼續加薪喔 對不對 這個跟委員報告 減稅只有一年 每一年加薪都可以來抵 每一年 連續三年 那期間有三年 我說你們獎勵減稅的獎勵只有一年嘛 那一年以後還是一樣繼續加薪啊 可是獎金 獎勵只有一年啊 這樣企業會願意嗎 會繼續嗎 會持久嗎 那這不是在台面上說好 我喊口號我是加薪 那麼一年之後 比如說你這個法通過 一年之後你們加薪啦 加薪然後企業呢 就是一年的這個減稅 可能他會加薪 那麼在之後就沒有獎勵啦 沒有獎勵之下 他還是繼續要跟員工加薪 不可能說我跟員工加薪只有一年 其實他就 明年就開始就不加薪了 你們有沒有想到這個部分 這部分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拜訪各委員 委員也一直在關切 就是說一年可能期間太短 是不是能夠三年 是啊 我現在點出來 你們現在條文還是沒有改啊 我看你們現在在協商條文還是一樣啊 你們有沒有想要改 現在這部分我們再透過這個拜訪以後 聽聽委員的意見 我們還在納入協商 我今天只是把你點這個36條之2的這個部分啦 就是中小企業條文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在請聽委員的意見 對 那麼為什麼我們15年過去 我一直在很納悶 15年過去以後 這個GDP我們有3.5%的成長嘛 可是為什麼企業一直沒有 員工一直沒有加薪 那麼 北國勞工薪資的上漲是0喔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去研究 這個到底台灣的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有沒有 你現在喔 你們經濟部很奇怪咧 一方面又要壓迫我們勞動部 要多進外勞 一方面又開放你們的這個派遣工 從3%增加到10%這什麼原因 那難道你這個加薪有包含派遣工嗎 根本沒有嘛對不對 那還是一樣普遍性的在底層 你現在舊的是要底層喔 對不對 那你底層還是一樣沒有辦法加 你全部用派遣工啊 你這個有沒有這個問題有沒有考慮 有沒有研究 為什麼 那怎麼辦 那你派遣工比例又上升 欸3%上升到10%欸 那個委員跟委員報告 就是3%還是維持 10%是說在季節的時候 他有季節接到大單 需要這個大量的人力 我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個部分是增加嘛 你這個部分增加就是 變相的還是薪資還是降低啊 你看那些派遣工哪一個是 高於基本工資的 根本都沒有嘛 跟委員報告派遣工 他們基本算是這個邊際勞工啊 所以他們的薪資 基本上都是要靠這個 基本工資來保障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過去 是嘛 所以你會形成派遣工 再增加那麼多 欸3%到10%這個很可怕欸 你們一方面在含加薪 一方面在含修法 那你這個就虛擬加薪辦法啦 那怎麼辦 一方面又要增加派遣工的比例 百分比 經濟部 經濟部次長 你回答看看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在於這一個派遣工也好 或者是工資方面 我們原則上呢 經濟部跟勞動部 大家都一體來促進勞資雙方和諧 是合作的 你們有沒有辦法管到 你們有辦法管到派遣工的部分嗎 所以說像這 在過去的這些派遣工的 這些法律的修法部分 我們都會跟勞動部一起呢 去跟我們的這些工商企業界的這些工業總會 商業總會來協商 大家如何來促進勞資和諧 我們一起來努力 如果國家法令能夠規範一些企業 一些勞工能夠加薪 那這個是皆大歡喜啊 可是你們現在這個法 公司法第235條 勞動基準法第29條 中小企業法 三十六條之二 三十六條之四 還有工廠法第四十條 這四個法 你們協商那麼久 都沒有發現問題在哪裡嗎 我是很贊成 當然非常贊成 大家都贊成加薪啦 可是你們這種法等於是 是在虛擬嘛 只是表面上 跟社會大眾說 我政府有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實質上做得到嗎 我們的法律每次都是定這樣子定 我覺得我們這個有在檢討的必要啦 當然如果企業賺錢 這個是理所當然 一定要加會在勞工身上 他們賺的錢也是勞工努力而來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想 我們經濟部次長請回 我們想請教這個 勞動部還留著 我們請教主計處 我覺得主計處這邊 我覺得主計處這邊 有一個 我記得電業法裡頭 有一個 這些社會福利團體啦 老人機構啦 這些電的 打折85 85折 那麼本來是從電力公司發出來的單 就直接就是85折 跟各部會去申請 可是現在你們 未來這個行政程序 來開一個會 叫各個單位 你那些福利單位 皮膚工廠 你們都叫他們自己去算喔 有沒有這個文 你回去查查看好不好 讀主計長 讀副主計長 謝謝委員 我這個案子我確實不瞭解 你不瞭解 我現在跟你講 這個問題 產生非常大的 擾民 擾這些 這些機構已經夠忙的啦 照顧人已經夠忙的 你們還要增加 他的這麼大的業務 你回去 趕快發個文 還是照原來的程序 你們為了這個行政程序 你何必管這個幹什麼 你們主計去帶 主計處真的是 太假薄了啦 你回去查查好不好 我如果沒有的話 我這邊有文 我會給給你 好主計處請回 我們請勞動部 陳部長 我問你 我們現在加薪了 加薪我們也男女 我們要談到男女 要女男要平等 那同籌入是什麼 請問同籌入是什麼 就是我們估計 計算這個 男的男性勞工跟女性勞工 薪資的這個差距 那麼差距多少天 那麼目前是到 差到2月24日 去年是2月28日 同籌入的解釋是什麼吧 你解釋給我 就是他要多做 多一年做要多做到 就是說男生的薪水 第二年女生的薪水 第二年從1月1號開始算 算女生的薪水 要到再增加做幾天 才達到男生的薪水 是這樣嘛 對不對 同籌入 那現在我們台灣怎麼樣 你有沒有做一個研究 做這個研究 歐美都有喔 這個最近才發布了 就是現在是 現在是多 就是以他的工作性質 他的聯資 他的學金力 他的工作績效等等 去做一個調查比較嘛 對不對 我希望勞動部 沒有做這個比較對不對 有 我們都有在做 所以我們最近 有在做這個報告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耶 我們會送給委員 就是我們最近才 我們在2020 2021年 2021年的時候 王儒選委 2012年就開始公布 有同籌入嘛 對不對 那我看不到你們 剛剛我講的那些 那些項目的差異的比較 那個是我們上禮拜公布的 那我們想那個比較詳細的內容 我們再提供給委員參考 好 希望你做這個 你像歐盟啦 還有這個 兩性平均薪資差距的比較 還有工作天的天數 這個 昨天才 才婦女節 我希望把這個部分 我們台灣不要差距太多 歧視婦女的工作 我們台灣 這個女性主義 我們希望說把他 把他 盡量把他拉 拉的距離 不要差的那麼多 雖然我們是 在亞洲 在世界來講 算是少的 可是還是要做這個比例 還有我剛剛忘記 我們經濟部 經濟部次長 我想要請求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一個文 扁習有一個文 請勞動部跟經濟部共同 我擬定社會企業 這個 你們一直沒有理這個事情 什麼叫社會企業的定義 現在 沸沸癢癢 解釋都不一樣 甚至都在好幾種解釋 什麼叫社會企業 把這些搞得鸡灰狗跳 每一個地方政府 每一個中央政府的關係 解釋都不一樣 經濟部要不要去跟共同 跟勞動部來擬定 這部我們 兩個部我們現在正正在努力 你這個部 正在努力 你什麼時候 我現在問你才正在努力 這個文好久了 這個部分社會企業來說的話 本部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處 我在第六會期 在第六會期 在魏王委會會質詢的時候 第十四次全體委員會的時候 就有這個 我們有一個社會企業的行動方案 我們等一下再補給委員 不是行動方案 我是說什麼叫社會企業 你們經濟部跟勞動部 自己要去搞清楚嘛 不要讓這些企業界 讓這些福利界這樣 弄得鸡灰狗跳 個人解釋都不一樣 都要來做公益 這個我們都有一些定義出來 是啊 你這邊必須要擬定一個 非常清楚的東西出來嘛 現在你看 勞動部也開研討會 經濟部也開研討會 經濟部也開研討會 來解釋社會企業 什麼是社會企業 我看不到我們台灣的一個 真正的社會企業的條文出來 我們把資料跟那個方案 我們再補給委員一下 還沒有討論出來啦 不是什麼資料方案 好 你先送過來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陳潔如委員 那剛剛陳潔如委員 要我們行政院主計處